第111章 压咒宝物 而两人敲人讨论的时候 拍卖会也继续进行着 如今还剩下最后一件压咒宝物 在场的老怪物无不露出了期待之色 毕竟这次密室交椅 高超迭起 连月鹰后期傀儡 长生丹这样的逆天之物都现实了 那最后一件会是什么呢 众人心中都期待是可想而知的 白雪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拍了拍手 最后一名侍女连步轻移 缓缓走了过来 双膝跪地 将手中的托盘高举过顶 众老怪摒弃宁熙 连悔通和尚如颜新子 以及九头老祖这三名离合期高手 眼中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他们虽身份尊崇 但平日里只作为威慑般的存在 并不过问具体事物的 所以拍卖会上究竟会出现什么 却也并不清楚 白雪牵手微抬 将托盘上的红布揭开 一个长齿许 宽齿许 四四方方的玉盒出现在了眼前 盒子的表面 还贴有数张金银两色的禁止符路 表面灵光吞吐 一看就是不凡之物 风灵符 林仙瞳孔微缩 脸上露出了惊疑之色 不只是他 在场的老怪物 哪一个不是见多识广之徒啊 惊呼声此起彼符 很多人都将这大名鼎鼎的符路 给认出来 这可是天洁灵符呀 本身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 用其禁锢的宝物是什么 无论人要两足 所有老怪物脸上的表情 越发狂热 白雪一字未说 现场的气氛 就被充分调动起来 此女脸上流露出埋衣之色 牵手伸出 取过了那四四方方的玉盒 最后另一只手指与拇指倾扣 灵光闪动间 法印接连变幻 最后神色凝重的向前一点 一道宝光机射出来 风灵符无风自然 却并未化为灰烟 而是诡异的出现在了白雪的掌心里面 作为天洁灵符 此宝当然不是一丝性的 虽然光芒暗淡了许多 不过在里面的灵气耗光以前 还可以反复使用的 白雪手捧一盒 再一口精气喷出 壳盖碰打打开了 妖魔的灵芒 从里面激射出来 约有鸡蛋大小 美丽璀 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色灵光不停地变换着 一股诡异的威压释放出来 雷三名离合器老怪物都瞪大了眼睛 其余之人更不用谈了 然而仅过了几细的功夫呢 那灵芒一按 中间出现了一个黑点 最后黑气迅速扩散 将鸡蛋大小的东西包裹 一声低沉的吼叫从里面传出 接着便是凄厉的鬼哭 这是什么呀 以林轩的修为神通 听到那声利吼之后 心神也差点失手 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参加拍卖会的 皆是云映中期以上的老怪物 一个个也脸色发白 头晕目眩 当然了 失神只是一瞬间 林轩吸了口气 天天发觉力运转 所有的不是就全部消失不见了 其余之人的表情也差不多 一遇之后全都是狂热 尽管他们神识全力放出 可一碰见黑物之后 居然被轻易反弹回来 这压轴的究竟是什么宝物呢 对于这样的反应 白雪埋一级 狗中喃喃地吐出这鱼 再次几道法音打出 黑芒吞吐 随后全部诡异地不见了 那宝物终于显出了真容 椭圆形 漆黑如墨 大小与鸡蛋差不多 居然是一枚兽卵 从表面上看 平平无奇 但刚才的异象 还残留在脑海里呢 当然不会有任何一名老怪物 引漏轻视了 静静地等着白雪解释 这宝物也是刚刚出土 经过本城长老鉴定 乃是一枚 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兽卵 因为某些特殊言由 一直处于沉睡之中啊 白雪缓缓地开口 瘦魂卵 难道是某一种类的妖族 白道友可以说得详细点吗 嗯 这个要求合经合理 白雪自然不会拒绝的 此乱可不是普通的妖族 而是酒鹰 话音未落 下面就轰然一声炸开了锅 什么 酒鹰 我没听错吧 胡吹大气 这绝不可能 就是人间这种下位济灭 怎么可能有酒鹰之轮 修士们交头接耳 纷纷表示质疑了 虽然悠悠岁月里 轩月城长老会鉴定的物品 还从未出错 但他们也是绝不相信的 因为这说法太离谱了 酒鹰可不是普通的妖族 而是阴思界著名的大妖鬼兽 其实力之强 远远超过了人界的想象 据说与灵界的真龙 灵凤相遇 也毫不畏惧 能够斗得半斤八两 传说中 酒鹰乃是水火之怪 能够喷水涂火 其叫声 有如鹰儿啼哭 但千万不能被他的叫声迷惑 那是厉害至极的幻术 这些攻击神石 会以勾魂夺破的 面对众人的质疑 白雪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 仿佛这样的反应 扫旧在他的预料之中一般 鹰唇微起 悦耳的声音在整个大殿中扩散开去 这位大友不用惊疑 血缘场的拍卖会 还从没有卖过假东西 这当然不是真正的九阴之卵 而是他的一缕分神被重创以后 化蝶为勇 形成的寿乱罢了 此话一出 众老怪又是一阵袭击 原来如此呀 假若仅仅是分魂降临 倒是大有可能 毕竟在山谷之时 无论灵界修始还是阴思界的强横存在 都常常破碎虚空 来到人界之中 九阴分魂重创以后 无法恢复 只好化勇 因为变化到出生状态 最有利于伤势恢复 只是不知为何 一直没有醒来沉睡到现在 这枚九阴分魂之卵 很虚弱 不过伤势已经想好了 有化在即 所以才用风铃符禁止 如果那位道友将其买去 再低血认主 好处吗 可想而知 我想 不用小妹多说了 白雪话音刚落 已听进四周的呼吸 渐渐加重 虽然仅仅是分魂 但九阴本体 可是能够媲美真龙凌凤的存在呀 一旦成长起来 实力绝不会弱于离合其老怪 得到此物 其意义 大家心中全都清楚 当然了 也不是每一位羞使 都被迷失的眼眸 这么多老怪物 总不乏心思缜密之徒 九阴之卵 这样的东西 谁得到了都是一件大杀戟 干嘛不留作自用呢 按理来说 这儿的宝物 根本不是晶石 能够衡量的 奄奄的 它们似乎 嗅到了阴谋 第一件一百一十二章 上古模糊的隐秘 不管怀着怎样的心思 最后的压轴拍卖已经开始 白雪的声音传入耳朵 此物底价 三千万晶石 一片稀奇的声音传入耳朵 尽管知道此宝非同小可 但三千万晶石 还是让不少老怪物 打起了退堂鼓 不是不想要 而是价格太离谱 可以预料 最后必是一些 强大势力与门派间的争夺 个人想要获得此卵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八九 它会成为某个 宗门的传承灵兽 怎么回事 究竟是哪个混蛋作主 将此物拿出来拍卖的 虽然仅仅是分魂 可它难道不清楚 在上古时期 九鹰可是那 那人的宠物呀 九头老祖又惊又怒 这事我也不知 不过能够绕开 长老会做出 这样决定的 除了你们妖族 万交谷里那个老怪物 恐怕也只有 望庭楼 惠通和尚 眉头微皱 缓缓地开口 说错 能够有这种决限的 只有那两个 后期的老不死 但万交王的情况 我清楚 一百年前他就必生死关 绝不会出来 所以这件事 与我们妖族无关 肯定是望庭楼 他真是发疯啊 当初阴死界的那位 冲冠一怒 与真仙界的使者动手 虽说最后 闹了个万劫不复 可听说那位 现实也没有讨到好处 一死两伤 尤其死的那位 别说了 惠通和尚 又惊又怒 将对方 尚未出口的言语堵住 这件事情 牵扯又太广 你难道不清楚吗 想为我们这一戒 也来灭顶之灾吗 哼 有他老祖脸上露出来 不以为人知色 我不过说说 上级那位再神通广大 难道还能将我们的对话 听见而理 倒是那望庭楼 形势如此怪癖 到时候你们人族 倒霉就罢了 不要也把我们妖族 也牵扯进去 好了 现在抱怨还有何用 此件事了 我自然会去找那望庭楼 亲自向他讨个说法 但我知己 是不能让九鹰 落在任何人的手里 此物如果能够孵化 我们早就用了 虚知阴丝界的那位 虽万劫不复 可他的灵虫九鹰 可是回到了阴丝界的 这缕分魂 如果孵化的话 惠通神色凝重地开口 你不说我也清楚 可惜为了不引起怀疑 此时还不能明着干涉 可你我联手 还怕拍不下这九鹰卵吗 九头老祖 眉头一条 自信得到 另一边 如颜辛子望着 托牌上的拍卖品 玉蓉同样阴晴不定 望庭楼 你究竟在想什么呢 而大殿之中 某个并不忍注目的角落 坐着一名白袍修饰 与一名工装美妇 看着那黑色的兽卵 两人的眼中满是激动 与狂热 乍一看 与周围之人没什么不同 然而此时此刻 两人却在飞快地垂音着 大哥 这是圣兽论 当年七派那些混账家伙 从我们宗祠子当中偷出 天可连见 我们如今终于又见到了 宫庄美妇轻抚着胸口 泪水在眼眶中流动 要不要 你是说拍起来 且不是我们手里根本没有足够精实 就算有 也不能打扫惊蛇呀 老祖拍我们潜入宣传中 是别有任务 今天来这拍卖会 也是大谈动静 如果结果生枝 还有可能坏了老祖的大忌呀 白发男子摇摇头 她的神色已渐渐地冷静下来 可难道便眼睁睁地看着圣兽论 落入别手中吗 宫庄美妇有些不甘地开口的 七妹你好糊涂呀 一切当然是大事为重 何况我罗家乃是天煞明王的后裔 与九英的主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何况那一位 本身牵扯就很复杂 我们还是少身和微妙啊 大哥 你说那位怎么了 他不是与我们的祖先一样 同为一丝六王吗 哼 其实是身为六王啊 当年的那位精彩绝艳 论实力 一堪比真心 只是因为某些特殊约有 不能飞升 才滞留在一丝界 不过听说后来 大哥 后来怎么了 宫庄美妇好奇地说 现在并非讨论这个的时候啊 何况具体的 我也并不清楚 当年天昭总团被七大势力围攻 只逃出来少数仙祖 很多典籍都遗失了 总之那位很了不起 但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这枚九英之卵 不争也罢 嗯 话尽于此 宫庄美妇虽心有不甘 所以也只能顾全大局了 而场上激烈的竞拍呢 已经开始了 毕竟当年的一些隐秘 不仅牵扯了灵界 与阴四界大阵 甚至与真仙界 都有一点关系 事后 所有的消息 全部被尘封起来 罗家也是因为天上冥王的血脉 所以才隐约知道一点 家族点击中 有些断断续续的记录 后来这些东西 其中一部分 又落入了七大势力的手中 只有离合七高手 才能接受到一些 后来不知怎么的 将妖族也牵扯了进去 普通的运营期修饰 可是全部知情的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兽伦意味着什么 只是垂涎于他的神通法力 全都狂热地参与了进去 底下三禽精石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 别说七大宗门 以及妖族一些 差不多的势力 就算是别的州府 那些超一流的门派之中 经过数十代的积累 也同样拿得出来 于是 令人窒息的气氛里 价格节节攀升 三千一百万 三千两百万 五千万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这价格就几乎翻了一番 不止周围的老怪物惊呼连连 就是林轩也诧异地瞪到了眼 个人再有钱 果然也无法与门派相比 就算没有追杀令 自己也无额败地担心 倾家荡产 也抢不赢那些大门派的 平心来说 林轩是很想留在此处 看看这惊天大拍卖最后花落谁家 但现实不允许啊 再这么好奇 也无法与自己的小面安全相比 林轩转过头 看了一眼远处的某位妖族 此时此刻 雪胶灯倒不好图毛了 反正已经有了线索 稍后再想办法 耽误之急 是要从这里安全地脱身去 小美 准备好了吗 林轩嘴唇微动 也将传言发出 嗯 夏浩兰点点头 毫不犹豫地开口 那我们一会儿在雪胶城的北门会合 动作得要快 毕竟你说过 身体的主导群 一天只能维持两个时辰的 林轩略思索 如此摘般地说 与他推测 会通那兔旅 就算要动手 也不会在雪胶城中 毕竟 作为万佛宗长老 大德高僧 想要杀人抢宝 也要顾及下影响的 所以肯定会挑 荒僻没有人烟的地方 林轩没有选择 与夏浩兰一起离开 这是让对方 将自己的实力估计错 到北门以后再会合 面对离合起老怪物 斗力斗不过 那么斗智 就要多动动脑子了 与夏浩兰几句商量完毕 林轩这一而起 是色从容地 向大殿的出口走去 大爷也来了不少目光 居然有人这时候离场 尤其是林轩刚刚糊口多时 从会通手里将下锅草墙去 着实引人注意啊 相较他而言 夏浩兰也起身 从另一边离开 就只引来了 寥寥两三下注意 最后就没有波澜 原因终其修饰 在座的比比皆是 何况 子女并没有买下什么东西 大家自然不会注意了 不怀好意的目光 不怀好意的目光在身上凿过 林轩却 与他死人的老板 出了拍卖场以后 林轩浑身精芒大起 那城内并没有尽空尽致 不过习过那堂城墙 进入宣言城的主城以后 林轩顿时感觉到一股大力从天而降来 这近空近置 也非其余地方可比的 所以禁锢普通的云鹰中旗修饰 不过 林轩的实力远超同街修饰 吸了口气 浑身凌芒一闪 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传入耳朵 静硬生生的将周围的无形枷锁争破 轻盲速度不减 在天空中带起长长的尾烟 顿时 惊呼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 除了执法师有特殊法器 能够不惧禁制 靠实力飞行的 只有大修饰 天哪 这位前辈才中旗 咱们可以挣脱禁锢呢 不可能 我也是中旗修仙者 怎么就飞不起来呢 各种各样的声音传入耳朵 还有的没有参加拍卖会的云鹰中旗 想要有样学样 结果才刚刚欲气腾空 就被一股俱力压到了地上 于是 林仙迎来更多精佩的目光 严格来说 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拍卖会的规则 可修仙界弱肉强食 他不过分一下 又没有造成骚乱 哪个执法师会不长眼 去阻挡一位实力堪比大修士的老怪物呢 而另一边 夏侯兰也引来了同样的惊呼围观 薛元城面积广阔 不过 林仙群力飞行之下 自然很快就到了北门了 他动光一魂 将神师放出 很快 一个少女的声音就传入脑海了 不错 果然不愧是灵界的大能修仙者 同样是原因重极 顿数比自己还快些呢 由此推积啊 其他的神通 恐怕也是非常厉害的 第113章 凤梨果 与夏侯兰会合以后 两人并未多坐停留 而是连妹化为道惊鸿 向远处飞行而走 虽然以前未曾合作 但两人都不是普通修仙者 其顿光速度 别说通节修士远远不及了 就是后期大修仙者 明显也要逊色一些 一口气顿出了鲜鱼里 却并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李娟也不由得暗暗称奇 难道那秃驴竟打算放过自己吗 没道理啊 万佛宗的贼兔 牙字必报 更不要说自己刚刚还在 拍卖会上 抢了他的下锅草 心中惊疑 不过 铃身的顿光速度 反而更快了些 不管对方如何打算 尽量逃远一点 显然对自己更加安全 与此同时 拍卖会依旧进行得如火如荼 虽然仅仅是九鹰的一缕分魂化勇 但对于各大势力 依旧有着难以想象的吸引力 如今的拍卖价格 已经接近一亿了 这也算开创了记录 天月交易会 从上古起 还从没有一件宝物 曾经卖出过如此天价的 不过 两名离合器老怪物 依旧气顶身险 这九鹰之轮 谁也别想拿走 九头倒有 老那有一事相求 什么 那长耳闭目的妖兽 转个头 眼中露出了一缕 诧异之色 这才由你来主持 老那有点私事 想要离去 因为那抢了下姑子的小子吗 不错 惠通脸上流露出了一缕 猙獰的笑容 一道有的神通 应该也能将他的伪装看破 这小子不仅刚刚落落的面子 而且还伤了空炫失职 哼 我当然知道次子就是追杀令上的目标人物 可刚刚那个面具 你不觉得眼熟吗 你是说孟柔烟送的 大师果然看出来 孟柔烟与那小子关系危险 你若将他杀了 就不怕孟柔烟打上门 就他老祖似笑非笑 不会好意地说 哼 孟柔烟嚣嚣张跋扈 老那以前顾全大局忍着让着 可不是真怕了此女 就算杀了林小子 孟柔烟又能奈我何 不过倒有所言没错 如果此女从中插上一手 想杀那小子倒需要多费波折来 麻烦就偷偷有一会儿 将他稍稍拖住 让我有时间动手 那是你们休士间的恩怨 本座干嘛要牵扯进来呀 九头老祖摇了摇头 不以为然地开口 喂 九头啊 你这话可就太节外了 什么人族妖族 到了你我这等境界 哪还会在乎世俗地牵扯 你我可是有几百年的交情了 回通和尚不满地说 话虽如此 但那孟柔烟又岂能是好惹的 我干嘛要为了你 而与此女结下深仇呢 九头老祖依旧不肯答应 交情不过是浮云 想要自己帮忙 除非拿出好处 修心者就是这么现实的 胡说八道 我只是让你将孟柔烟稍稍拖延 又并非叫你与她动手 也罢 你这老怪物最是吝啬 那一点小忙也不肯帮 包括老那最近几元巧合 得到了几枚凤梨果 什么 凤梨果 那东西对佛宗修行者没有帮助 对本尊却有大用途 你有几个 九头老祖一呆 脸上露出了大喜光的表情来 不多 你若肯帮我 我愿将其中两枚作为抽血 两枚太少了 孟柔烟可怕对付呀 至少也要三枚才可以 好 三枚就三枚 但你至少帮我缠救他一个时辰 回通瑞斯索 顿顿头同意了 一个时辰 干嘛要这么久啊 区区一名原影中奇的小子 秒杀了就是 九头老祖咒咒梅 不解的说 哼 你知道什么呀 那小子可不是普通的中奇修士 否则岂能在单打独到中 灭伤我空险失职 那又如何 就算原因后奇在我当眼里 也不过是蝼蚁 孟柔烟当年以一己之力 不过半斩差的功夫 就灭伤了八名后期修仙者 老头旅 今甚是没错 但你是不是也太胆小了呀 九头老祖的脸上 露出了一次计讽之色 阿弥陀佛 你管我那么多 我给你三枚凤梨果 你帮我拖住孟如烟一个时辰 公兵交易 等走武器 究竟愿不愿意啊 见会通有点恼羞成怒 九头老祖笑容一受 真不知道你这老头驴 究竟在想什么东西 好 成交就是 拍卖会上的一幕 雷神并不清楚 转眼右锅里一炷香左右的功夫 夏浩兰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大哥 我们运气不错呀 会通的老家伙 应该不会追来了 如今距离宣言城 已不下万里 就算离合其修饰 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损失 这么远 还能发现你我的踪迹吗 话是没错呀 可我觉得太诡异了 会通和我入骨 这么好的机会 怎样可能放过 林晨有些不解地说 天知道 也许那老脱驴 遇见了别的事 分身乏术 夏浩兰话音未落 脸色突然一白 灯光一晃 撒人停了下来 小妹怎么了 夏浩兰并没有开口 而是转到望向不远处的 一座身风 会通大师 阁下行迹一路 何必鬼鬼祟祟的 躲着藏着呢 快点现身出来好了 什么 会通追上来了 林晨脸色狂变 顺着少女的目光望向前面 距离两人数离远 有一座挺拔俊秀的高山 难道会通进藏身里吗 林晨将神识放出 就一无所获 不过他并未怀疑下豪兰 此女可是灵界修仙者 身份尊宠 自然有一些 出人意料的神通了 那么 大师还不出来 莫非想要等小女子动手吗 还是堂堂正正的 离合心修事 就是想要偷袭我们吗 夏浩兰冷冷地说 虽然她的性格温柔贤淑 但也要看对什么人 何况 融合了灵界的记忆以后 虽然她不像心悦那样 嚣张跋扈 但口识也犀利了许多 阿弥陀佛 好一位神通不凡的女施主啊 老那这无形佛隐 便是同街修事 也很难看破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我的 只见那座小山前 空间一阵扭矩 最后金色的灵光浮现 一名身披大红袈裟的老僧 出现在了面前 脸色蜡黄 形状枯胶 脸上还有一道伤疤 不用说 正是会通和尚 第114章 初战离合 元气之威 夏侯兰没有开口 眉头微重 假如是在灵界之时 区区离合器修事 哪会被他放在眼里啊 然而破碎虚空 受困于天地法则 如今的自己不过原因中气 这可有些麻烦了 与对方动手 他并没有把握 然而此时此刻 却没有其余的道路 可以选择了 女施主不愿回答我 也没有关系 老那与你无冤无仇 你可以自便离去 会通双手和时 雷尚显出了慈悲之色 当然 他这么说呀 不过是为了分化敌人罢了 区区原因修事 他并不放在眼里 可不知为何 面对此女的时候 他心中有一种 莫名不安的感觉 横梁立弊 回通才说出了这番言语 多谢大师好意 小女子心领了 不过 好人做到底 你干脆 帮我林大哥一起离去 这不行 为何 姑娘又何必明知顾问呢 这位领导友门横无理 上握空军失职 做长辈的 岂会置之不理呢 会通的脸上闪过一分杀气 既然如此 那小女子也不能走了 林轩乃我结拜大哥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弃他而去的 夏花雷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 连步星移 与林轩并肩站在一起了 姑娘义气阔家 不过我劝你要想好 区区两名援英旗修仙者 与老那座队根本就是堂壁挡车 会通并不发怒 而是冷笑着说 是吗 大师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离合期 已是人间顶尖的修士 那我问你一句 大师可想飞升到上阶去 会通一呆 没得皱了起来 姑娘这话什么意思 我等修仙 经历心风学雨 只未长生 谁不想飞升到灵界去啊 想就好 你放过林大哥 我保你长生有望 若是伤了他 就算你能够度过天节 飞到上阶 也逃不了魂飞魄散的结局 夏赫兰说到这里 脸上流露出了几分傲气 毕竟他已融合了新月的记忆 会通听的门脸恶然 然后忍不住狂笑起来 小妮子 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 真心下凡吗 还是灵界公主转世 在这里胡吹大气 当佛也是好偏的嘛 原本想放你一马 剑壁却不自量力 既然想死 那就送你到幽冥地府去 话音未落 他伸出手来 轻轻向着前面一点 小妹 危险 整个过程 林轩一直没有开口 而是在房边 看着夏赫兰 与对方交涉 不过 当小孩头说出那番话后 林轩就知道事情糟了 当初 自己是亲眼看见新月 用那神秘的手镯破碎虚空 召唤灵气灌体 唤醒沉睡已久的魂魄 所以 对他灵界修士的身份 确定无疑 可这和尚又没有见过 之所以可以说我这番话 而没有一上来 就立马下杀手 多半也是因为新月 看破了他的隐匿之术 让这徒驴啊 觉得此女非同小可了 然而 什么保证非生 否则去了林轩 也是魂飞魄散的言语 简直太离奇了 对方最后一点耐心 也被磨去 这动手 林轩脸色大便 只见和尚不过轻轻一点 原本晴朗的天空 就一下子阴沉下来 黄风吹过 四周的天地元气都被引动 在会通的身体四周 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光点 每一个约有指头大小 全都呈现淡黄色 证明这家伙驱使的天地元气 以图属性为主 此时修饰的身体 就像一个操控转化的容器 并不仅仅局限于 本身体内储存的法力 它们最常用的战斗方式 是调动天地元气攻击 当然了 转换的速度 与调动的量 也是与本身的境界 还有法力成正比 与修炼的功法 有莫大的关系 越是顶尖的功法 越能从四周转化出更多 更精准的元气 同时也受环境限制 比如说孟如烟修炼的乃是 飘云落雪君 此乃水属性功法 在大海或者湖泊之地 孟如烟可以发挥出 超长的实力 而在沙漠中 离合器修仙者也非同小可 但想要调动水元气 明显就是没那么容易了 当然了 随着修为的提升 这种影响啊 也会逐渐减少的 何况 离合器修仙者 也同样会使用俘虏法宝 使用天地元气在于省力 离合器修是最可怕的 在于对自然法则的领悟 此刻 林轩就有这样的感觉 时间仿佛变慢了 只见那些光点 迅速地聚合 化为了百余只 金色的大手 每一只手臂 都有七八丈长的样子 林轩不由倒吸了口量气 这样的化形神通 任何一名元英旗修仙者 其实都会的 比如说自己 也常常用灵力化为青色手臂 带一次百余只 简直惊世骇俗啊 一起轰下来 足以将自己 碾为粉末了 林轩的脸色 铁青到了极处啊 绣花一幅 两样法宝飞席而出 一是乌金龙甲盾 光芒一闪 已化为一片金色的光木 将自己包裹在了其中 那光木之中符文闪烁 一看就是非同小可 另外一样 则是一柄短剑 尝不过持续 却清光耀目 不用说是清火 林轩神色凝重的 一道法觉打出 此剑同样暴涨起来 长石于杖 最后化为了一头蛟龙 当然 没有妖兽魂魄 不过行死而已 但以清火间的威力 绝不容小视的 会通却视若无睹 脸上满是鸡巢之色 就算是灭杀后期大修士 对自己来说 也轻松一极的 这小子不自量力啊 阿弥陀佛 随着他一声佛号宣出 那由天地元气 所凝结而出的 百余之手臂 向着两人狂轰了过去 林轩瞳孔萎缩 脸上并没有距移 眼见手臂已经到了面前 突然肩头微抖 似乎跨出一步 神醒从原地消失 是你 会通不由的一呆啊 脸上满是恶然 一来 他没想到区区一鸣 原因终其修士 居然能够掌握 这么玄妙的空间神通 二来 林轩刚刚记出的盾牌 他还以为这小子想硬扛呢 哪知道 却被耍了 面对离合期修仙者 硬拼是找死 林轩选择斗智斗力 用九天微步逃过了 对方攻击的范围 轻光一闪 林轩出现在了会通所侧 两人间的距离 不过百余张缘 林轩动作迅捷地向起一点 轻火劲所画的蛟龙 顿时恶狠狠地向他扑过去了 而另一边 夏赫兰也同样没有预见危险 他已传承了心悦的记忆 当然明白离合期修仙的攻击方式了 左座的选择 倒是与林轩异曲通工 应接是很傻的 此女身上灵光闪烁 风顿术被他出神入化地运用出来了 哼 离合期修仙很了不起吗 如果在上街之时 本姑娘正眼都懒地看你 少女牵手为台 一柄造型古物谱的仙剑 从她衣袖中鱼油而出 虽然破碎虚空的时候 不能带来灵界的宝物 但这些年 她也没有闲着 此件事根据自己在上街的本命法宝 防之而成 当然了 灵界的材料 这里是很多找不到的 因此不得不用代替品 威力固然无法与自己真正的本命法宝相比 但比起人界那些低级宝物 也明显不是一个档次的 奥妙在于炼制手法 以及上面所露刻的数作小型法阵 夏浩兰伸出白嫩的玉纸 法院变混个不停 随后向前点去 一声清明传入耳朵 无数符文在仙剑的四周显现 天地元气开始聚合 夏浩兰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虽然陷于境界 他无法直接驱使 天地元气 但借助法宝 以及上面露刻的灵界阵法 却也办得到的 毕竟啊 从心境以及对法则的理解 别说眼前的突驴了 便是望庭楼 拍马也无法与他相比的 不可能 一个区区原音中期修饰 怎么能够运用天地法则呢 将这自然中的元气也没几用 慧通瞪大了眼珠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早就告诉你了 本仙子乃是灵界修饰 夏浩兰一点指 那仙剑就向着和尚斩了过去 胡说 你当老那是下大的吗 自从上古天地一变以后 灵界修饰 就不能破碎虚空 到我们夏浅来的 慧通脸上露出了 不以为然之色 但对此女也不敢轻视了 伸出手来 在后脑一拍 一柄持续长的沐鱼 就从嘴里飞了出来 无数光点狂涌而入 随后 两件灌注了充足天地元气的法宝 开始对轰 砰 那声音呢 如同雷电划破苍穹 又有如大地崩裂 惊心触目 林轩心中啊 也在打鼓 传言果然没有夸大之处啊 怪不得八名大修士 在孟如烟手里 只撑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就说这法宝威力吧 灌注天地元气以后 威力恐怕 暴增了七八倍不止啊 先进目鱼 相互的撞击 光是渔波 就将身风移为了平地 虽然以云英修士的实力 也能做到这一点 但注意 此刻造成这种破坏的 不过是法宝的余波而已 都说高阶修士 有陆地神心之能 一身倒海的大神通 其实那不过是夸大 可眼前 当法宝灌注了天地元气 当威力暴涨 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附近的山峰坍塌 没到进气扫过 或者是牧鱼攻击的鱼波 都让大地裂开了 一道道的缝隙 深不见底 最后 整个地面全都沉了下去 第115章 凤舞九天 配合避唤幽火 银风立孝 日月无光 方圆百里 天地元气 都显得十分异常 回通和尚 有惊有怒 村女明明是 元英七修仙者 为何也能运用天地法则 而另一边 林轩也没有闲着 随着大量的法力注入 清火箭所画着 猙獰蛟龙 已经扑到对手的面前了 阿弥陀佛 一缕金光从 汇通的衣袖中 飞袭而出 绿盘巡 化为了一个 佛门金轮的模样 曝光四射 迎上了清火 咔嚓 仿佛 树木被狂风吹折的声音 传入耳朵 清火箭被打回原形 如流星一般 倒飞回来 此剑的攻击 虽然无往而不利 可这次 面对的敌人 是离合器 哎 慧通的脸上 闪过一丝惊奇 这宝轮金光 威力 非同小可 就算是原因 后期修饰的 法宝状上 也必灵性大失 那些巨人 坚硬至此 攻击受挫 林轩却并不慌张 自己的实力 自己清楚 离合器老怪物 哪有那么容易对付呀 就算与夏和兰 联手 实力也要 选上一筹的 慢慢过招 没有出路 没有一个选择 就是抓住时机 以雷霆手段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迅速顿去 念及至此 雷轩再次施展 九天微步 几个晃动 已经击到对方时前了 随后 手一扬 痴痴声响 数十道进起鱼而出 狠狠冲着对方 斩落 找死 惠通脸上流露出了 猙獰的笑意 不斩不躲 只见他抬起手来 在虚空 一抹一点 空气竟然如同 水波般地晃动起来 无数黄色 细丝凭空出现 这些都是天地元气所聚 纠结在一起 如妖魔的头发一般 缠住了林轩的剑气 最后 惠通向前迈了一步 施展缩地神通 两人间的距离 再次狂缩 仅剩下三丈左右了 林轩这时候 想逃也来不及 眼中流露出了一缕 与慌张之意 小子 你可以去死了 惠通 牵了牵嘴角 左手围抬 向着林轩 当胸 激了过来 动作明明 十分轻柔 然而 手掌之上呢 却覆盖着 五色的曝光 佛门秘术 如来神掌 死神通 林轩见过 然而 由离何妻存在 施展出来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场若是打实 绝对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恐怕连云鹰 也来不及顿初啊 大哥 夏花兰大惊失色 然而 他距离那么远 法宝又被对方 用墨鱼缠住 便是想救援 也来不及了 和尚满脸笑容啊 这小子实力不错 不过 自己先前 却有些高估了 他绝对逃不过 这一掌之恶 然而 就在此刻呢 林轩眼中的慌张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错 论实力 现在的他拍马 也比不上离合器 不过 论战斗经验之丰富 恐怕便是与望庭楼相比 林轩也要更胜一手 别看他只活了两百多年 一路几乎都是在 腥风雪雨中闯过来的 从踏入仙道起 究竟与多少敌人交过手 林轩自己也都不清楚 想要用霹雳手段推敌 就不得不先将自己置于显地 刚刚的一切 林轩其实啊 早有估计 这不过是他的 诱敌之计而已 如来神掌 如果换一名修仙者 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是后期修饰 下场也可想而知的 但林轩不同 他所学反腐道的极处 不仅正魔兼修 然而也不畏惧近身搏斗 毕竟他还修炼 有凤无九天觉的神通啊 林轩吸了口气 噼里啪啦的骨骼爆裂声 传入耳朵 伴随着一声凤凰的精鸣 林轩的右臂诡异的 暴涨了一圈 然而变得是荧光闪闪 不用说 妖化 虽然像凤无九天觉 这样的极品功法 施展的时候 并不用变化为妖兽形态 但要注意了 是不用 而非不能 如果林轩将凤无九天觉 修炼到了大成 不用变身 举手投足 神力也令人侧目的 但现在 他还差得远呢 所以不得不借用 妖化之术 磅礴的妖力 汹涌而出 慧通脸上呢 闪过一丝惊恶 这小子一直使用的 都是玄门正宗法术 怎么还是修妖者呢 但惊诧 也仅仅是一瞬间的 因为这样就能够 与自己抗衡 太天真了 别说区区的修妖者了 就算是真正的 化形机妖族 也揭不下自己的如来神掌 这个道理他懂 林轩呢 以心智肚明 虽然迎接妖丹成功 让他实力大涨不少 他显然不足以 与离合妻老怪物相抗衡的 毕竟境界差得太远 不过 林轩呢这么做 暂时有一定的把握 吸了口气 一团碧绿色的火焰 在掌心中浮现而出 这就是林轩衣仗的绝技 避唤诱惑无往而不利 融合天结之火后 威力更是犀利急 林轩的整节手臂 都被熊熊燃烧的火焰包裹 五指紧握 狠狠一拳向着对面轰了过去 轰 一声巨响传入耳朵 林光交织爆射 当拳掌交接的时候 林轩只觉得一股 无可匹敌的距离 由手掌漫向自己的身体 眼前金光乱冒 骨骼肌肤 甚至五脏六腹 仿佛都被压碎了一般 林轩双目圆征 一声大喝 浑身灵光闪烁 纯净至极的法力 由丹田弃海 向着浑身的经脉弥漫 他终于将这股巨力 抵挡了下来 好厉害 不愧是离合其老怪物 一魂幽火足足 抵挡了八成的威力 这仅剩下的两成余波 以自己的双英一单 不输后期修饰的法力 都差点接不下来 而且 对方使出如来神掌的时候 有一半精力 还被小妹牵扯 未能全力以赴 林轩心中有些害人了 离合其修仙者 居然比传说中的 还要厉害得多 若不小心 今天这有可能陨落的 林轩心中感叹 却不知道比起他来 慧通还要受到更大的震撼 孟茹燕当年 以一己之力 灭杀八名后期修士 至于其他原因出 与中期的修仙者 更是少有一和之敌的 回通自逃 实力比起那位 云州低女修 就算略逊一筹 也差不太多 怎么对付两名 中期修士 却吃力到如此程度呢 避回忧火 可不仅仅是 抵消如来神掌就完了 林轩接下对方的攻击 立刻施展九天微步 飘身地退后 而那条碧绿色的火焰 就化为了一条魔蛇 狠狠地向着 慧通的鼻子咬去了 第116章 灵界 古符文 避回忧火速度极快 转瞬呢 就扑到了面前 慧通吸了口气 伸出手来 在后脑一拍 一股紫色的火焰 从嘴里喷射了出来 他虽然没有修炼过 特别的火焰秘术 但作为离合期修仙者 本命阴火的威力 也非同小可 紫色的阴火 离口以后 一个转折 也化为火莽 与避回忧火在半空相撞 两者方一接触 佛燕魔火 顿时相互交织 拼命地想将对方吞噬掉 整个天空 一会儿被映成诡异的紫色 一会儿又化为了漂亮的绿色 但快 避回忧火就大战上风 将佛燕 逼得节节败退了起来 不可能 回通脸色狂变 但临选可不会给他细细思索的时间 自己虽有一些逆天的神通与宝物 但境界法力与离合器老怪相差太远 若是慢慢逗法 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必败无疑 所以要趁着对方尚未发挥全部实力 尽量强陷阱心机 然后才能想办法逃去 引进瘾火不敌 回通眉头大昼 接连几道法觉打出 附近的天地元气顿时融入到紫色的火焰之中 闭魂幽火 虽然也有林轩本身法力的支持 但就使量而言 虽然远远无法与四周天地云气相比啊 一时之间 梁火出现了相持 回通的腰间一拍 一个金箔出现在了面前 灵光闪闪 表面还有符文的皱炎 林轩也不会闲着 哪能让对方从容施展宝物啊 修袍一幅 一柄短剑飞鞋而出 长不过半尺 剩余的剑身之上 裂纹遍布 然而 却有令人心悸的灵力 却从上面散发出来 通天灵宝 会通的阴角跳了跳 孔穴失职没有说错 你真的有通天灵宝 哼 知道又如何 离合器修饰不是很牛吗 就试试在下手中的这柄残剑好了 林轩脸色一喊 右手翻转 已经握住了旁边的残剑 将浑身的法力毫无保留地 住住里面 很快就被吸走了小半之多 然而林轩不仅没有感到不妥 反而恨不得将浑身的美滴灵力 全部的灌注其中 这次面对的可是离合器修仙者呀 通天灵宝吸扫的法力越多 那剑自然是越惊人的 会通的表情也凝重起来 通天灵宝严格来说呀 已经不算是这件的东西了 即便是在月银器修饰手里 也能发挥出令人心寒的威力 已经能够威胁到自己 当然 在小心的同时 他的眼中也充满了贪欲 只要灭杀这小子 将通天灵宝抢在手里 就算是对上望庭楼 也未始没有一阵之力的 虽然那老家伙手中 有一件纺织灵宝 但如何能与真正的相交 即便这件有些残破 威力也远远超过纺织品的 带了天有些干涩的嘴角 它哪里还有半点 佛门高僧的模样啊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想要杀人强宝 另一边 夏侯兰眼中啊 也闪过了精仪 大哥手中还有这种东西 须知 灵宝就算是在上界 也是非同小可之物 当然 以他散心女儿的身份 倒是拥有不止一件的 对于灵宝的威力 夏侯兰心中清楚 可惜 原因修饰只能发挥出皮毛 否则 凭着此宝 也不用拒着老和尚们 夏侯兰伸出玉手 开始不停地备换动作 一个一个的符文在他身上浮显而出 与人间符文不同 这些淡金色的符咒显得更加古朴 深奥到了肥琐斯的地步 这是上古灵界的文字 慧通的经历 原本大部分集中在灵宣 可那些符文显形以后 却有些诡异的力量 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他不摇得转头看了看 而这一看 就连色大变 万佛宗可是传承了好几百万年 在上古之时 天地尚未大变 时常有灵界修饰 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 破碎虚空 来到人界之中 所以万佛宗的藏经阁里 有些灵界古修饰的遗迹 包括这儿的古符文 可惜仅有残破的几个 无法尊严透彻 但经过历代长老的研究 至少也得出了一个结果 这些古符文 无论运用于阵法 符咒 还是别的什么神通 其威力都远非 人界任何符文可比的 看着营绕于夏浩兰身体 四周的金色文字 悔通脸色铁青了下来 此女曾经的提议 回响于脑海里 难道对方并非胡吹大气 她真的是灵界的大神通修是吗 不可能 百万年前 自从发生了灵界与阴丝界的那场大阵 因为太过激烈 整个界面被毁 这一界 虽侥幸保住 但也永远地改变了某些天地法则 当然了 还有一种说法 是阴丝界的那位 做得实在太离谱 虽魂飞魄散 但却誓言 一定要报仇 作而 让真心们有所顾忌 悄悄在天地法则中动了些手脚 当然 以上都仅仅是捕风捉影的传说 具体真相如何 没有人清楚 但至少有一点绝无可疑 就是那次大战以后 再没有上界修是 破碎虚空来到这个界面来 也正是由此 她才认为夏浩兰在胡锤大气 可现在看看那些上古灵界的符文 她的信心 不由备受打击 而雷军可不知道这些隐秘 何况 上次与新月动手 也早就见过了类似的神通 所以她的脸上 没有分毫一色 剑慧通的注意力 被小妹吸引了 不由得又惊又喜 右手高高抬起 然后 神色凝重的朝着前方 挥落而下 哄 清光耀眼 一道璀璨的剑气浮现 长石杖鱼 剪得灰红无比 与一般剑气不同的是 在其表面 竟然有无数符文流转 若隐若现 而这些符文 也与人皆的不同 反倒与小妹施展出来的 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好 慧通脸色大变 灵宝的威压 让她都有些心寒了 白芒之中 抬起右手 遇到法印 向前方打了出去 那金箔一闪 化为九个 然后灵魅撑起了一片光木 至于她自己 则向左跨出一步 想试着缩地神通 想跑 没那么容易 灵先酝酿了那么久 就是要逼对方 与自己的灵宝硬扛 岂会容她 躲闪逃跑呢 早有准备的一刀手 得刺雪狐王的长歌 飞席而出 右手还提着灵宝 于是用左手 将此歌握住 狠狠向下方挥落 金光一闪 回通身体四周的空间 扭曲了起来 但这次却是临神失算了 和尚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身手在前面一抹 空间的波动顿时平复 此宝虽有破碎瞬移的效果 可会通身 威力和其老怪物 已出溃到了天地法则 长歌失去了效果 他的身影开始模糊 眼看就要从云底消失了 林轩又惊又怒 谋色了这么久 居然还是被对方逃过 灵宝威力在抢 打不到对手 也没有效果呀 然而一声轻笑传入耳朵 林轩攻击的时候 夏花兰也没有闲着 随着他的动作 那些深奥一极的符纹 竟然变成了一朵朵的鲜花 玫瑰牡丹月迹 少有水仙 争气斗咽 急 夏花兰一点纸 那些鲜花灵光一闪 碎裂成了一片一片 漫天的花瓣 已将和尚包裹在其中了 百花飘香阵 新月曾经使用过 夏花兰用出来的 也是一般无二的 此阵暗含天地法则 会通和尚的缩地数 失去了效果 花香寝人心脾 会通的脸色 难可一击 作为离合器修仙者 人界大部分毒素 对他没有什么效果 可此毒 却直接让丹田气海中的 原因睁开了眼眸 一脸畏惧之色 此女或许真的是灵界修士 会通心中涌起了一个自己 也不愿承认的事实 但现在他也没有心情多想这些 缩地数被阻止 他不得不面对通天灵宝可怕的攻击 那璀璨的剑气 会通已心寒不已啊 吸了口气 一道法觉像金箔打了上去 从里面喷出许许多多的文字 是文字 而非符文 这些文字组合在一起 正是金刚经 一闪 经文已相若进光幕里面 最后 佛门凡场 凭空而生 整个过程 不过瞬息而已 最后 那道璀璨的剑气 已经斩了上去 两者相处 却是无声无息的 变客之后 一股惊天动地般的巨响 才远远传开 数万里外 距离轩辕城不远的郊区 一男一女正遥遥对峙 女子身穿轻衣 除了身材还算苗条以外 面容普通一击 修为不过宁丹气 而他面前的男子 却是一个 长耳闭目的妖族 具体的修为暂且不说 就从具体的形象 也知道是化形其妖族了 可此女面对他时 却没有任何畏惧 叫他老祖 你用玄天八卦阵 将我困住 可是受汇通 那图里所托 孟如烟的脸上满是怒涩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哈哈 仙子何必生气呢 你我上次一别 至少要两百年未见了吧 在下只不过想请仙子 喝一杯茶而已 哪想却被误会了呀 哼 喝茶 喝茶需要用玄天八卦阵服吗 舅头 不要细皮笑脸的 你莫非当我是傻瓜吗 孟如烟的表情越发难看了 你接近暴走的边缘 哈哈哈哈 老友不肯赏光 在下之后耍些小手段了 不过比起两百年前 仙子神通精进之快 可是让我羡慕呀 玄天八卦阵服这等逆天之物 仙子也不过花了半个时辰 就从里面出来了 九头老祖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但毛底深处 却流露出了一缕忌惮之色 缓缓开口了 第117章 梦如烟的真面目 让开 如烟心子可没有时间与对方慢慢纠缠 会通借故离去 又让九头拖住自己 目的不言而喻 想要对林轩不利 原本此事与自己无关 如烟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与别的老乖无不同 此女性格属于敢爱敢恨的那种 说难听点就是乖张 无所顾忌 从不计算利益得失 说好听点就是真性情 随心所欲 在拢南军的时候 林轩就曾经帮助过他 前不久 更是因为他 让自己明白了应该怎样 寻求突破心境 林轩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对他来说 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无意识 但自己确实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尤其是上一回 面对林董奇的自己 他就毫不避嫌的那声小妹 让孟如烟觉得非常温暖 先到寂寞 世俗有一句名言 高处不胜寒 对于莫和其羞耻 更是如此 就为这一点 孟如烟也很不下心 看着林轩去死 虽然他不想与万佛宗为敌 但保下一个人而已 会同应该会给自己 这点面子的 呵呵呵 仙子何必着急呢 百年未见了 就不肯与老朋友多聊几句吗 九头老祖依旧是一副 细皮笑脸的样子 看上去 哪里像离合起老怪物 简直就是一个好色之徒 当然了 他这么做可不是吃把了撑的 想要招惹如烟仙子 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尽量多拖延一点时间的 孟如烟性情耿直 他身为离合起羞是 自然不傻 羞没一条表情阴沉下去 你究竟让还是不让 哎 仙子 九头老妖还想花言巧语 孟如烟已经没有心情与他啰嗦了 牵手为台 一股磅礴的灵压 毫无征兆地从天空降了下来 风起 明明是晴朗的天气 突然熙熙丽丽地下起小雨 然后那些雨点往天空中移去 灵光喷勃 形成了一个直径竖杖的悬窝 急 随着如烟心子一声轻贺 那悬窝一身一缩 竟然又扩大了数倍之多 遮挡住了半边天幕 轰隆隆的巨响从里面发出 这儿虽然不是大海 也并非湖泊 但以梦如烟的修为 同样可以汇集充沛的水元气 飘云落雪绝 你竟是离合初期顶尖 九头老祖脸色一变 嬉笑的表情全都收敛 伸出手来在自己后脑一拍 一颗龙眼大小的圆珠 从他的嘴里喷泊出来 那桌子色泽金黄 有无数米粒大小的符文 在表面若隐若现 一看就是神秘到了极点 最后 在他的法觉一摧之下 林芒暴涨 混化出了一个巨大怪兽 虚眼的模样 身上所有百丈 形貌凶恶 居然是一条 有着九颗头颅的大蛇 妖丹 你居然将它领制成了本命宝物 若隐仙子耸人动容 满脸惊讶地开口 众所周知 对于高阶妖兽 妖丹的重要程度 就与修士的原因差不多 精魂是依稀于其上的 一般都会隐于身体之中 严加保管 九头老怪居然将其炼成了法宝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威力肯定非同小可 会同突吕 究竟给了他什么好处 即便动手 一定要将自己拦住 孟如烟心中哑然 他脸上的表情反而更加坚定 此女外柔内刚 向来吃软不吃硬 袖袍一扶 那漩涡中的嗡鸣越发刺耳 一条水龙从里面喷射而出 本空中一闪 一分为三 随后三分为九 每一条蛟龙都有二十余杖 形态各不相同 将一位美貌如花的少女 拱位其中 面对同届对手 她在施展群泪的时候 也显出了真面目 依旧是一席轻衣 然而美貌却美丽极 虽然比之爱徒云中仙子 从五官来说 或许要稍训一筹 但也绝对是倾国倾城之色了 尤其是她的身材 牵瘦合肚 皮肤更是如同婴儿般的光滑白皙 加之弥漫于身体周围的水汽 更是诱人无比 一人一腰 两名离合其存在 遥遥对峙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入了耳朵 地动山摇 空间震颤不止 如烟仙子已抬起手臂 准备发动攻击 这突如其来的病故 让其表情一恶 动作不由地停下来 就她老祖的表情也差不多 有些恶然地转过头 然而除了巨大的声音以外 并没有看到什么 不过身为离合其修仙者 自然能够感应到天地间那极为狂暴的元气波动 难道说 滚 孟如烟掀尺一呆 随后脸上露出了惊讶与焦急的表情来 居然抱了一句粗口 随后身形一阵模糊 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秘术 居然诡异的在原地消失了 随后出现在了鲜鱼帐外 空间神通 而且远远超过了瞬移 林轩的九天微步 更是比都没法比的 九头老祖略愁愁 他当然看出孟如烟已经狂怒 也不知那小子与此女有什么关系 不过有一点呢 确定无疑 如果自己再不失去 此女发疯与自己拼命 也是有可能的 自己做到这一步 也算对得起惠通突驴 孟如烟的性情他清楚 向来无所顾忌 风力果虽好 但他还不想因此 为自己结下一名生死大敌 再说另一边 面对离合期修仙者 临身不甘有丝毫的藏拙 接连施展了几样大神通 然后抓住时机 将通顶领宝记起 回通本不想硬扛的 无奈夏侯兰的百花飘香阵 非同小可 粉刺了他的缩地树 璀璨的渐气 一与那浮现出的经文的光幕 创在一起了 无声无息 足足过了半盏茶的功夫以后 才有今天的巨像凭空而起 整个空间开始摇晃 一边是耀目的尽盲 另一边呢 则是金色的佛光 相互交织 看起来呈相识之事 林轩眉头一条 脸色阴沉下去 不愧是离合器老怪物呀 居然能将通天领宝的攻击挡住 以前自己使用磁宝 还从来没有人敢直应其锋芒 回通也并不好过 额头上满是汗珠 心中又惊又怒 区区一名约应其修仙者 却能将自己逼到如此微步 然而他眼中越发火热 看向通天领宝的目光 已满是狂热了 第118章 夏侯兰的抉择 林轩伸出手来 在橱大上一拍 清光耀眼 一个样式古朴的腰带 出现在了掌心里面 林轩收起轻火 最后右手翻动 将玉带围在了腰间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虽然交手的时间很短 但面对离合期大敌 每一下都是竭尽全力 三世极为消耗法力了 尤其是通天领宝 那大小弱拙的一剑 更是将浑身的灵力 吸走了小半 八卦围上了楚灵带以后 本来枯竭的法力 却瞬间补满 林轩抬起头来 看了眼前方那 交织的剑芒与佛光 通天领宝的一剂 非同小可 会通虽是离合期修仙者 但浑身所欲的法力 也是不多 对于自己 这正是一个绝好实际 林轩吸了口气 双手发觉变换不已 他的背后 竟然出现了 无数手臂的血儿 看上去 就如同佛家的牵手观音 不用说 林轩正在施展 从墨月族得来的秘术 真灵一击 论威力呢 便是避魂诱惑 也远远没有办法相比的 另一边 夏侯兰也没有闲着 此女食指与拇指紧扣 高举过头顶 最后 腰只扭动 看上去 便仿佛在跳舞 然而嘴里 就有古朴的咒语传出来 随着她的动作 那些花瓣聚在一起 变成了一朵牡丹 是好大的一朵牡丹 直径超过丈许 巡浮在少女头顶 开始是一个花孤端 很快却层层振放开来 一箱飘入鼻端 不用说有剧毒 但会通不愧是离合期修行者 高兴了句阿弥陀佛 浑身有宝光传出 虽然无法完全抵御毒素 但至少能够控制她 短时间内也不会发作的 急 小花瓣冲头顶的母带一点纸 从那花蕊里面 一道接着一道的银芒喷射出来 如鱼游大海 那些金芒 类盘旋 却是一柄柄的小剑 当然不是真正的法宝 而是用灵力幻化出来的 可每一道都有若十指般 数量更是惊人到了极处 眨眼间就从花蕊中 冒出了数万之多呀 整个天空密密麻麻 全部被填满了 林轩也不由得吸了口凉气 这金芒的威力虽然不清楚 但恐怕也是法宝级的 换句话说 小妹这招举手投足 会斩杀上万的低阶修仙者 慧通脸色扭曲 此女十六八九真是灵界修士 林轩虽然难缠 到厉害之处还在于宝物 而这女子施展的都是不可思议的玄妙秘书 这样的神通别说贱了 听都没有听说过 人界绝不可能有的 想到这里她心中有点后悔 不该数次强敌 但很快又被猙獰的表情代替 既然已经做了 就不能将彼此的关系缓和 必须将此女灭掉 否则后悔无穷啊 眼中力芒闪过 这有所动作呢 夏花兰却先下手了 欲指向前一点 轻吐出一个盏子 顿时 所有的剑芒往中间移聚 汇成了一股轰流 如惊涛骇浪般 朝着前面压过去了 咔咔咔 令人牙酸的声音传入耳朵 金色的佛光一暗 显得摇摇欲坠起来 慧通了脸色狂变啊 眼中满是恨意 吹吹胸口 一道精血喷出 半空中化为雪雾 融入进了光幕里面 反场之声大起 居然反压了下去 不愧是离合其老怪 原因后期修饰 比都没法比 不过 林轩还有真灵一击 刚刚补满的灵力 疯狂地向着双掌肩聚集着 很快再次被抽空 然而与使用通天灵宝时不同 被吸走的不是一小半 而是每滴都榨干了 脑海中有一种悬晕的感觉 林轩咬咬牙 将不是克服 双手在胸前合拢 神情庄严而肃木 栽的胸前 有一个直径持续的圆球 虽然不大 但比太阳还要耀眼得多 圆球的中央 则是一个迷你版的白虎 真灵一击 本来就是模仿这神兽的秘术 尾压喷泊而出 慧同的表情狂变了 这林小子 怎么也会如此犀利的法术呢 论威力 似乎一点也不比那 疑似灵界修士的女子逊色呀 虽然交手以来 她并外站得上风 但一直都是游刃有余的 可这一回 是真的感觉到了畏惧 去 林军将浑身的神念集中 那光球顿时出现了裂缝 白虎怒吼 爪子从里面探出 随后她的身形暴涨 冲破了光球 狠狠地扑向了光幕 来人走 林军使出真灵一击之后 浑身的法力也干了 而储灵带并不是能连续使用的宝物 但此时此刻 哪有时间给她慢慢恢复呀 林军脸上闪过一丝绝燃 势手在锄袋上一拍 一个玉瓶飞袭出来 拔开瓶三 然后养头将里面的丹药 全部倒入了嘴巴里 这种挥云散 乃魔道修令 与储灵带幼外力补充不同 它是通过刺激起力的方法 快速恢复修饰法力 与天魔解体大法颇有几分相似 虽效果不错 但事后却会元气大伤 不过此时此刻 雷军哪还顾得了许多呀 即使再加上真灵一击 也远不足以灭杀了 李河西修饰 最多为自己争取一点 逃跑的时间而已 对方之强还超过了云心的想象 早知如此 出了薛人城后 就该摒弃宁溪 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那也不一定瞒得过对方的神识呀 不过现在 林轩也想不出好办法 唯有试一试 夏浩兰听了林轩的招呼 也微微叹了口气 如果自己进阶元英后期 再拎着几样衬手的法宝 他也不一定畏惧这老和尚的 不过现在呀 即使与大哥联手 依旧都不过对方的 逃 同样希望渺茫 但别无他法 夏浩兰美目流转 看了林轩一眼 最后两人连妹 化为一道惊鸿 飞向了远处的群山 大哥 你快想到了脱身之策呀 少女阴纯微起的开口了 没有 为今之计 只有找个地方藏起来 我会一些领弃之法 希望能够瞒过对方的神识 林轩叹了口气 小妹 我没想到离合机修是这么厉害 不过 我们刚刚的攻击 拖延了他一刻钟 也没有问题 你走吧 既然两人合在一起也打不过 不如各自逃命好了 那脱领目标是我 应该不会追你的 不行 既然同意帮忙 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何况小妹 这条命当日本是大哥旧的 要死 我们也死在一起 夏侯兰摇摇头 神策坚定的开口 胡说 你乃塞心之女 沉稳尊贵 轻生做什么呀 乖 走吧 两人在一起 更容易暴露 何况大哥这么多 腥风绝雨都传过来了 不一定逃不脱的 林轩对敌人虽然冷血 但对待朋友 却向来赤诚 兰儿已经为自己 做得够多了 林轩不想让他再冒险了 可 夏侯兰还想再说什么 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记起了汇通刚刚开向自己的 怨毒之色 于是 收声改口 好吧 大哥 那你自己多多保重 说完 他顿光方向一转 也不等林轩回答 就鸡射向了天边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让林轩不由的一恶 但此时此刻 逃命是最重要的 也没有时间去多做思量什么 反而有些欣慰 小妹肯逃走 至少自己陨落 有人替自己报仇 呗呗呗呗 刚想到此处 林轩的里侧一变 吐了口口水 这么消极做什么呀 眼前的状况是危险 他以前又不是 没被高阶修士追过 自己绝不能陨落 如果自己死了 会有人伤心的 林轩叹了口气 顿光如流星坠地 窜入了密林里 又非便可 色彩时间也差不多 林轩光芒一脸 落下地来 最后沉入了 地底下面 是人连七术 将浑身的法力 收敛的一点也无 甚至连心跳 血液的流动 到大围巾混 但有没有用 也不好说 毕竟 离合机 修士的神识 也非自己可比 而且 还掌握着一些 强大的密术 只能读一读的 平心来说 林轩并不喜欢 将自己的安危 压在运气上面 可也没有办法 对方实力太强 紧接后期 或许勉强会有一拼之力 至于现在 想也别想了 另一边 夏豪兰离开以后 就全力朝 与林轩相反的方向 飞去 可灯光中 他却伸出手来 他腰间一拍 取出一张传音符 将神识 沉入里面 很快 他抬起头 传音符化为 道火光飞走 方向 却是与会通 交战的地方 看情形 那托驴 应该相信自己 是灵界修士 说一些威胁 他的言语 这家伙应该 会来追自己 毕竟相比大哥 与自己结怨 对他威胁更大的 夏豪兰自言自语地说 与心越不同 子女从小 吃了许多苦 对于 知人图报 看得很重 而且 何清丹 虽然没有起到 原先的效果 但 毕竟间 却让他对 林轩 有了一些 依恋的感觉 于是 做出了这样 舍己为人的事情 而据此约 十万里外的 一座山头 一鸣黑袍 修士 倒背双手 感应着 远处天地 云气的波动 眉头为重 此人 正是 罗家老祖 另一个方向 不过 数百里之遥 一男一女 两名修士 正高速飞向这里 那男子大约四十余岁年轻 身着道袍 相貌古雅 女子早年轻一些 只有二十八九的样子 容貌没有丝毫出奇 两人都是原因终极 可气势却是古怪无比 别说童贱 似乎连大修士 都远远不及 第119章 乱局 雪灵 你说公主就在附近 没搞错吧 那相貌古雅的男子 由目四顾 浑浑地开口了 放心 虽然由于天地法则 我等灵界修士 破碎虚空 会导致修为大将 不过 你应该清楚的 我本是公主的 见识之意 自然会有一些方法 确认主人行迹的 那女子点点头 脸上满是自信之色 嗯 这就好 虽然我们这次下来 富有抢夺那东西的任务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要寻回公主 刚刚的云气波动 证明此地出现了 离合期修仙者 如果公主就在附近 可是有些不太妙的 男子说到这里 脸上出现了忧虑 女子听了此语 表情同样铁青下距 如果心悦有个好歹 自己两人肯定万劫不复 至于此处人界 恐怕也难以承受 那位大人的怒火 但愿那些下界修仙者 千万别干出蠢事来 必须尽快瞧的公主 虽然受困于天地法则 但三人合力 也不惧普通离合期 女子想到此处 顿光洒人一会儿 停了下来 雪灵 怎么了 那男子一呆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几分 诧异之色来 女子没有回答 而是张开膛口 一道精气喷出 雷盘旋 化为一个圆球 最后 她就拇指割破 滴了几滴精血在其中 双手挥舞 接连几道法掘打出 那圆球变成了雪红之色 嗖的一声 击射向远处 女子脸上满是喜色 没错 公主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快走 另一边 刚刚连轩三人曾经交战的地点 日月无光 天色暗淡 头顶上飘浮着黑色的尘埃 至于地面 仿佛被什么洪荒巨兽 揉练过一般 一条条巨大的沟壑 深不见底 纵横交错在一起 方圆二十里的山峰 全都坍塌了下去 只剩下一堆堆碎石 大小不易 这整个附近 就是一片破碎的大地 突然有一个沉闷的巨响 从地底传出 却是汇通刚刚站立之处 出现了一个大洞 洞口成圆形 直径左右七丈左右 深不见底 突然洞底深处 出现了一点亮光 附近的天地元气 疯狂涌入 最后 从那洞口里面 喷射出了一道巨大的光柱 直射苍穹 里面蕴含着令人心惊肉跳的灵力 天空中的尘埃 全部被吹散 空间扭曲 竟然被硬生生的撕开了一道裂缝 最后光柱没入其中 这当然不是破碎虚空 但能够将空间撕裂 足可见这里蕴含的灵力 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 呼呼的喘气声传入耳朵 洞口处金光一闪 一个人眼儿呈现 不用说 自然是汇通突驴了 然而此时此刻 他哪里还像站在人界顶顶的 离合期修仙者呀 整个形象狼狈到了极处 袈裟已经没有了 僧袍也是破破烂烂的 看上去不像大德高僧 倒与城门口的乞丐 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他浑身的灵压 虽然依旧非同小可 但比起刚才 明显已大为紧弱 来上满是怨毒 自从进阶离合期以后 除了那几名同阶的老不死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让自己狼狈到这个程度 心中郁闷的同时 也感到一丝害怕 刚刚好些呢 自己差一点就顶不住了 那林轩小子不过原因中起 就有这样的可怕实力 如果有朝一日 他也进阶到离合的话 悔通不敢想了 真到那时候 万佛宗还有可能存在吗 早知如此 就不该招惹这名大敌的 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 必须趁着对方尚未成长起来 先将他扼杀在摇篮里 小子呀 你以为能够逃出佛爷的手心吗 悔通眼中精芒闪烁 浑身的杀气喷波出 他正准备放出身时 寻找林轩的踪迹呢 突然一道火光出现在了视线里 传音符 悔通不由得一恶 伸手一招 那传音符就落入了手掌心里面 他将神尸沉入 很快抬起头来 脸上省过一丝愁愁 不用说呀 此符是夏哈兰发出的 看来此女还真是灵界修仙者 这回麻烦真是大了 对于传音符中散心之女的说法 悔通嗤之以鼻 不过天地一变以后 还能想办法破碎虚空下来 不用说 肯定在灵界也是了不起的存在 相比林轩 此女对自己的威胁更大 就像他最先说的话 自己即使飞升到上界 也将面与着魂飞破碎的危险 横梁立弊 慧通放出身时 很快就锁定了夏侯兰的踪迹 这丫头为了替大哥引开强敌 可是丝毫也没有收领气息的呀 慧通一恶 最后脸上露出了残忍之色 修心界弱肉强食 此女身为上界存在 却做出这样舍己为人的事 真是愚蠢至极 想死 佛爷就成全你 管你在上界多么了不起 现在不过云英气 而且抓住此女施展搜魂之术 说不定还有数之不尽的好处 想到这里 慧通将林轩的威胁抛出脑后 滴灵里转 化为道金红 向夏侯兰所在的方向飞翅而去了 另一边 距离此处约万里之遥的一座小山 山顶上 两人正遥遥对峙 左边之人 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 看上去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 容貌已是角色 那身材更是令人垂涎不已 肌肤光滑白皙 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可不是用了胭脂 而是女儿家本身的香气 如烟仙子 右边之人 则是一个灰老者 看上去六十出头 精神绝朔 更加诡异的是 他身上丝毫没有灵力波动 便仿佛普通凡人似的 然而 孟如烟却如临大敌 怎么这里还有一个离合器修饰呢 整个天云十二周 人妖两足 离合器的存在加在一起 也才几个 彼此间都联系 这人自己怎么不认识呢 难道是新晋级的 或者深山大泽中的苦修之士吗 孟如烟倒没有想到罗家身上 虽然他受望庭楼所托 曾经抓住一名罗家的弟子 不过那人修为不高 接触不到核心机密 甚至不知道本家有一名离合器老祖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孟如烟没将罗家的阴谋放在眼中 否则是否会拒绝望庭楼的门 倒是两双 毕竟罗家真闲于翻身的话 对天涯海阁也绝不是好消息的 播有声的世界 听中国的声音 请channel.com 听中国 第一百二十章 林轩的义气 倒有是谁 为何拦住切身去路 如烟心子秀眉微皱 缓缓开口 罗家老祖没有立刻回答什么 脸上满是淡然之色 然而心中却有如 惊涛骇浪般的翻涌着 眼前的女子 她虽未见见过 但自然识得 罗家失智复仇 这些年来 对七派的高层人物 她通过诸多渠道 一直在留意着 没想到 会在此处与天涯海阁的太上长老 狭路相逢 孟如烟在此处 这么说 刚刚那混乱的天地元气 并非她引起 附近还有一个离合器老怪物 这可有些不妙了呀 眼珠转动 正思量着下一步的行动呢 却听到带着火气的声音 传入耳朵 倒有为何沉默 难道你也是受问佛宗突吕所托 想要阻止我吗 罗家老祖一呆呀 心念电转 一到嘴边的话缩了回去 经过这些年的观察 她发现 七派并非几百万年前 铁板一块 也难怪 那时候 他们有天州罗家 这个共同的强大敌人存在 如今 罗家化为了灰烟 其他势力连在一起 可以号令十二州修仙境 虽然表面默契 私底下却免不了争权夺利 自然会有一戏 天涯海阁偏居海外 虽说与内陆少有来往 但由于性格的缘故 对于假人假义的问佛宗 如烟仙子一向看不起 上方之间本来就有矛盾 那现在看来 虽然不了解事情的始末 但罗家老祖 是何等心狠腹黑的人物呀 没头一挑 已想好了应对之策 如果能加大七派间的裂痕 甚至挑起他们之间的纷争 对于罗家的好处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先此又何必明知顾问呢 不错 回通道友与在下 乃是默逆之交 有人这点忙岂能不帮呀 我欠仙子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找死 以梦如烟火辣的性格 哪有心情听对方在这里 慢慢啰嗦呀 刚刚一道惊人的灵力直射天空 然而他全力放出神石 却再也感觉不到林轩的气息了 自然不敢肯定 林轩就一定是陨落了 可他面对的是离合期修仙者 回通的人品暂且不说 法力可是不小 林轩一定是凶多吉少 念及至此 孟如烟又惊又怒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动手了 这回他动了真怒 欲少一伏 一柄绿色的仙剑已浮现在了手中 伏今的天地元气疯狂涌入 画画出了万千剑影 急似向对方的头颅 这哪里还是动手 简直与拼命差不多 罗家老走亡魂大冒 情报说 孟如烟做事不及后果 传言不仅没有夸大之处 似乎还缩小了 据知 离合期修仙者之间 即便动手 多少也会留一些余地 以切磋为主 毕竟就人家而言 他们已是最顶尖的存在 对于自己的小面 珍惜无比 谁也不会吃饱了撑的 去一名同街修士成为生死大敌的 可这孟如烟怎么回事 看他的表情 明显没有将自己认出 却一言不合 就这样杀气腾腾地冲过来 疯了 我又没抢你老公 你找我拼命干嘛呀 罗家老祖惊怒交加 但一转念 却又狂喜 孟如烟如此激烈的反应 虽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如果自己将他给铲除 还怕万博宗与天涯海阁 成不了生死大敌吗 想到这里 他吸了口气 伸出手来 在后脑一拍 一柄折扇 从口中飞袭出来 仅有寸许长 但在法觉一催之下 却又迅速的暴涨 先此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在下既然答应了会通大使 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你坏他的好事的 罗家老祖满脸正气 深指一点 同样有极为精纯的天地元气 涌入折扇 折扇表面 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大彭图案 尖爪力拙 眼睛之处 却是雪红色的光点 疾 罗家老祖一道法觉大出 嘹亮的英明 传入耳里 折扇中的大彭消失 而天空却一下子 暗了下来 不 并非天色变幻 而是阳光被挡住了 一只大彭 浮现在头顶中 此鸟的身体 庞大的不可思议 光是一盏就超过了百丈 整个身躯啊 简直就与一座小山的体积相似了 翅膀那么轻轻一伸 就有风暴浮现 气灵之宝 如烟仙子的美目 闪过一分诧异之色 这大彭非同小可 云鹰羞蚀近了 也会胆寒发抖 不过 作为离合妻羞蚀 她就不会畏惧什么 大有如何呢 不过是让妖兽魂魄 吸纳天地缘起 从而幻化出来的神通 如烟仙子的眼中 引有绿色闪过 天空中竟然莫名其妙地 飘起雪来 那翠绿色的仙剑 与幻化出来的剑影 雷尾一提 方向一准 如绿色的海巢一般 向着大方的头颅 转了过来 鹰鸣声传入耳朵 大方自然不会等着挨打 双爪向着下方这么一抓 刺辣 一个雷球浮现在了鹰爪的表面 直径左右七八丈 轰隆隆地 迎向了碧影 落雪剑所化的立芒 两名离合妻存在 一个想要救人 另外一个呢 心怀鬼胎 在这荒郊野外 动手打起来 风云变色 其激烈程度 远远超过了林轩夏侯兰 刚刚与会通了一阵 幸好这里地处荒屁 假如是在轩辕城里 还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呢 这里的胜负暂且不谈 另一边 林轩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他的表情很难看 最初躲藏起来的 林轩心中还忐忑不安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轩却觉得 有些不对头了 就算自己的灵气 事物玄妙 会通发现不了 可至少他的神识 应该在周围扫过 可过了这么久 林轩却并未感觉到什么 换句话说 他没有来追自己 那会通会到哪儿去呢 以林轩的心机 这个答案并不难猜 小妹有危险呢 她的表情很难看 虽说修行界弱肉强食 大家都是非常自私的 只要能够活下去 出卖亲人朋友 并不丢脸 不过那样的事情 林轩做不出来 面对敌人 林轩可以比其他羞耻 更冷血 更无情 可对亲朋 林轩却向来互端 先到艰难 人总要有所坚持的 如果连最起码的底线也没有 就算长生成仙又如何呢 那样与行尸走肉 又有何区别了 两百年的腥风血雨 让林轩变得狡诈 变得成熟 但这一点良知 她却始终坚持着 所以当初在奎音山脉 明知道有巨大危险 却依旧义无反顾的去救孔雀 即便面对四兄之 逃悟 也毫不退缩 所以 与秦师姐虽百年未见 可在危机的时候 林轩依旧义无反顾的 伸出了援手 即便是面对悦儿的那个小徒弟 林轩也很维护 谁说大道就一定无情了 吓唬了是为了救自己 才陷入危险的 林轩怎能不管 或许在其他老怪物看来 这样有点傻 林轩却有自己的坚持呀 可惜 心悦与小妹共用一个身体 否则是那刁门公主遇险 林轩还会落井下石的 脑海中乱七八糟的念头转过 林轩将神识放出 可惜 却没有收获 她的神念虽然远远胜过同阶修士 但最多改应三百里 小妹与会通脱驴 一定是超过了这个距离 怎么办呢 林轩急得囤囤转 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 慌没有用 林轩略思索 已推测出了事情的始末 面对难题 就要多动脑筋 小妹一定是故意引开脱驴 她想让自己脱驴 那就一定会尽量将和尚隐远一点 自己当初是往东南方向逃的 那小妹选择的应该是西北方向 当然了 以上仅仅是林轩的推测 不过在神识无法改应的情况下 这是她做出的最佳选择 但愿不要出错 林轩默默祈祷了一句 浑身轻芒大吉 向着西北方向飞行而去 对不起月儿 又要你陪我冒险了 少爷 你再这么说 我快要生气了 小丫头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为什么呀 林轩一呆 大干意外 不要和我说对不起 月儿说过 无论少爷做什么选择 我都愿意与你生死与共的 月儿说得很轻 但里面却孕育着有深情 何况我喜欢这样的少爷 有情有义 对敌人落实无情 可待自己人却 哎呀 少女话被说完 忽然一声惊呼 乔林满是痛苦之色 月儿 怎么了 雷先吓了跳 盲十分关心得到 不知道 我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些记忆碎片 然而很模糊 究竟包含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只是 好像 我前世 我前世也有少爷一样 月儿难难自语 说的话 却有些 颠三倒四 呃 前世与我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呀 林轩一呆 眉头皱了起来 小碧 没有表述清楚 我是说 我前世的性格 与少爷现在很像 为了亲人与朋友 可以不计后果 我前世好像 也曾一切用事 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但是什么 却想不起来了 月儿缓缓地说 哦 林轩点点头 想不起来就算了 别勉强自己 我知道 前世如何 小碧并不在意 月儿乖乖地点点头 在心里加上了一句 只要金商与少爷在一起 见月儿脸上痛苦的表情 已经消失 林轩吸了口气 浑身轻芒一闪 灯光的速度 骤然加快 消失在了天边 欢迎加入 有声小说交流群 2093-48279 爱小说 更爱有声小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